我们看这题目 试求双语线 方式为16x平方 减9y平方等于144 的中心坐标 焦点坐标 顶点坐标 贯轴与共轴的方程式 贯轴长 以及正交选长 那么首先 这等到两边我们同除以144 那么我们得到 这是9分之x平方 减掉 这16分之y平方 这等于1 那么有些形式我们得知 这是左右形的双曲线 而中心坐标 这是00 标示在这里 那么这时候 a平方这是等于9 b平方 这是等于16 所以c平方 这等于a平方 加b平方 这等于9加16 这是25 因此呢 我们算出c 是等于5 所以呢 我们由中心 往右五个单位 这里我们标示 这个焦点 坐标是50 由中心 往左五个单位 这里我们标示 这个焦点坐标为 负50 那么过中心的水平线 a是等于3 那么我们由中心 往右三个单位 这里我们标示 这个焦点坐标是30 那么我们由中心 往左三个单位 我们标示 这个焦点坐标为 负30 那么过中心的水平线 这是灌轴 所以呢 方程式为 y等于0 那么过中心的 牵直线 这是 共二轴 所以方程式为 x等于0 那么 a是等于3 所以灌轴长 这是2a 所以呢 这灌轴长 是等于6 这个答案 接着我们计算 正焦悬场 正焦悬场是 a分之2b平方 所以呢 a等于3 我们再进来 那么b平方 是16 所以2乘以16 这是32 因此呢 正焦悬场为 三分之32 这个答案 明天下午